又台风成型了 今天上午8点 这是今年的第16号台风38 台风把时间交给一帧 好的 谢谢雅婷 没错 今年的第一个秋台 也是今年的第16号台风38 已经形成了 那么目前虽然距离离台湾还是蛮远的 不过未来还是有机会要影响到台湾的 赶快透过微信图 我们来看一下台风最新的动态 好 透过微信图 其实大家会很好奇 台风到底在哪里 因为它位置真的是太远了 位在马尼拉的东方海面上 大约距离台湾 目前是俄网比的东南方 还有1980公里 所以位置太低了 其实就在这边低到 现在微信图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的 不过未来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而且会朝着流球的方向 逐渐在前进当中 它将会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往北北西的方向这样子往上走 未来不排除 还是有机会来影响到台湾的 而且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才提醒过大家 今年的第一波的东北季风 在礼拜五的时候就要报到了 到时候首当其冲的 当然就是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北部 好 透过台风路径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未来台风到底会怎么走 好 这个路径图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台风呢 北北西的方向 逐渐的往台湾的东北方 其实它主要来说 它应该是往流球的方向来移动 不过它的暴风圈呢 一直到你看到16号到礼拜天的时候 已经非常的接近到台湾的东北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东北季风 礼拜五就要来了 这时候首先已经会带来一些雨势了 再加上三八台风 未来它会不会挟带更大量的水汽持续的往台湾这个方向来移动呢 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台湾都是首当其冲的 未来受到东北风加三八台风的影响 雨量可能会再度的增加 不过因为目前这个台风距离台湾呢 现在还是位在鹅兰比东南方 1900多公里的海面上 距离真的太远了 所以未来它路径到底怎么走 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不过不能排除的就是礼拜天还有礼拜一 会影响到台湾 包括外围环流的部分 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好 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咯 先做好防台措施 因为到时候降雨比较多 温度又要开始下降了 那么另外呢 短暂性的阵雨 可能会伴随的就是比较大的雨势 所以呢 台风一波一波接着来 加上未来就要入秋了 温度降低 雨量又要增加了 大家绝对要加紧 做好防台措施 都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因为未来呢 虽然说它现在第一个秋台 还是侵入台风 但是未来它速度持续的在走 加带更大量的水汽 未来的雨势到底会怎么样 路径会怎么走 如果路径稍微偏移一点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再更接近台湾的陆地了 那么目前这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 台风最新动态 未来的台风消息 请您持续锁定中天新闻 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 今年的第一号秋台三八 未来影响台湾的最新消息